郭忠祐 咱们书结前文 上回书正说到 包大人叶半生堂 陈翠平上堂告状 红笔师爷功须策 围着陈翠平转了三圈 他就判断出了真情 判断出这位女子 肯定是受人惨害 脸不能认口不能说 手不能写 耳不能听 怎么办呢 就让陈翠平口雕毛笔 你把冤情写下来 陈翠平果然就用口 把那毛笔一雕 写了四个大字 冤神四汗 共孙策一看大吃一惊 心说我的判断没出错 果然他有冤情 那个冤还不孝呢 冤神四汗 那你想想 陈万龙的手上 有多少条人命 那还不是冤神四汗吗 共孙策就把 陈翠平写的这四个字 放到了包公的公案上 大人一看 包公一看 大吃一惊 心说话 这个女子这么大的冤枉 怪不得深更半夜激动汤谷 搞夜段 肯定是情况紧急 有什么冤情 他说不了 那你说让他用口刁笔写 也就是写个大概七 写那么太详细了 那也不容易 这可怎么办 他又想回头 看了看公孙策先生 这这这这 这玩意太费劲了 公孙策说是 不过不要紧 大人不要着急 我还有办法 先生有什么办法 这么办 在东关 有一个灰春堂 灰春堂里的大夫姓苗 叫苗灰春 人送外号 妙手灰春神仙一把状 他怎么叫这么个外号呢 医道高明 人称华陀在世 什么样的疑难怪病 到他手里 那是药道病除 并且他还全可 全能的得 什么病他都能看 并且一治就好 你看这二位太难得 包公说是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大人你成天忙于公务上哪 知道这下去 我知道他 让人去请苗先生道成 定能治好这个女子的病 然后他只要 要到病除她 开口讲话 就能讲述冤情 这个案子不就 结了吗 包公说好 轻狂紧急 怎么办 连夜去请苗先生 公孙策说最好别 为什么呢 这天啊 时间不长也就明了 天也就亮了 干脆明天去请苗 好 那 这位女子怎么办 大人 那就只好让她 先给夫人驱逐 你看如何 公孙策那意思 你这是一个冤枉的女子 你不能上江牢里放 让她和夫人驱逐 谁的夫人 包公的夫人 李氏 包公的夫人 李氏 那可是贤德之人 包公一听点点头 那也只好如此 就这么着 让丫鬟就把陈翠平 掺到李氏夫人 寝室 包公呢 搬出来 领住 等到了明天 包公点手就把汪朝马汉叫过来 说你俩赶紧到回水城 去请深意苗回春 这两个人领命而去 结果到在东关一看 哎呦我的天 怎么发现前面排了一条长龙呢 他就问 说这人在排队二号这是 对呀 干什么干什么 看病 上哪看病 回水塘啊 找苗先生啊 王朝马汉一看心的话 这么长的一条长龙 什么时候能排上号 那 没准今天都到不了你这 咱们有机事 那公事能耽搁吗 干脆 咱别排号了 赶紧找苗先生去 所以两个人没排队 往前走 就来到了回春堂 大门也是进不去 俩人转到后门 后门又站岗的 你干什么 说我们俩是开封府大 还要见你们家先生 有急事 哦 那我给你回医生吧 这是门夷 门夷忘礼 请示 苗先生 苗先生一听怎么着 开封府来人了 棺材 那棺材得见呢 更况是开封府的棺材 这个必须得见 好让他进来不 这个门夷就把王朝马汉领到了 苗先生的诊事 苗先生在这耗卖看病 王朝马汉进来 苗先生在上 王朝马汉这想要离国去了 苗先生把脸皮扒得往上抬了抬 一旁请坐 我得把这个卖号完 王朝马汉现在我好大的架子 啊 我们开封府的官员 哦 你还得好完呗 他说我们这是急事儿 王朝马汉西那话 那得 这是求人家呀 那就等着呗 没一搬个座呗 这俩人将身落座 在那等着 这个苗先生好完了呗 然后开药方 开完药方说了忘了 岸方抓药 三副药保你全好 要好不了你别来了 那就是我看不了 我看不了别处也别去了 听见没有 要好呢那就没事了 苗先生是是是 你开的方 那能开不好吗 三副要肯定 那就好 不再吃第四副的 我们兴得着你 多谢苗先生 付完款 人家走了 下一个 下一个又来了又号上卖了 王朝马汉一定行的 我年 你这儿在 我哪在这等着呢 原来不刷号完了呗 你这儿怎么又号上了 王朝趁不住气了 腾站起来了 我苗先生 我们是开封府的官差 奉包大人之命 前来请先生到开封府 有大案要案 七丘案要办 那个意思你得赶紧给我们走 苗先生做的这 是吗 告诉你 我呀 知作人而不出人 令情高明吧 令情高明 我说苗先生 刚才你说你耗完了呗 我们等你半天 结果耗完了呗 你有下一个 苗先生 你这不合适吧 我们是开封府的官差 官差到这请你 那你必须地去 苗先生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怎么着 开封府 让我去 我必须地去 这还是请字吗 那这不是命令吗 既然这样 恕不奉陪 送客 我们一看 官差爷 我们先生说话了 送客 您请吧 好嘛 说请是好听 那就是汪卫轰 王朝马汉一看 现在话真行 这神医真有份儿 这个 得 走 回去向包大人复命 让包大人盯夺吧 俩人气呼呼地望位就走 一行走一行说呢 立了你这个鸡 还不下单了你 这句话让那个苗先生听见 苗先生也不自商 这俩人气呼呼地从后门 走了 回来向包大人报告 包大人一听信的话 这真是个神医 不好请 先生 你看如何 公孙策心的话 这个 这俩人肯定是言语不周 得罪人家 要不然 能请不来吗 大人不要着急 我亲自去一趟 好 先生 不要空手前往 你可请出 好 我知道 公孙策心 您驾龄还设 那 我们苗先生这脸上也有关 别客气 别客气 我有事啊 要求见你们先生 你看 能让我进去吗 我先回一声 好 您快点 哎 好了 这个门也望离去船 苗先生 苗先生听怎么着 有请 但是我这忙的 竖不远迎 就是我不能接你 门也回来了 就按这个苗先生 这个原词说一遍 公孙策心的话 加个情字那就不错了 人家是神医 跟着他进来了 进来之后 跟门也赶紧搬个座位 公孙策望那一坐 等着人家苗先生 那意思 人家看完病了 在大流 那么这个苗先生 看完这个病号 把房子开完了 并没有理会 公孙策仍然往下看 公孙策不高兴 听说你这人 架得太大了 赶紧把这个礼物 往桌子上一放 那意思 我带着礼物来的 你得给个面子 苗先生 一点薄礼 外往笑纳 它是这么回事 我们开封府 来了一个大案要案 欺求案 必须请您到场 帮助破案 所以我们大人让我 来请先生 先生 您能不能大驾光临 赏个脸呢 说得很客气 是这样啊 苗先生这才有向回头 看了看公孙策 他说的话 公孙先生 我这里呢 很繁忙 刚才啊 我没有远迎 还望多多数百 去看去看 哪有那事啊 先生你忙 这个我知道 你放心 我们开封府啊 这个枕费从庸 多给枕钱 你看如何 这一句话不要紧 苗先生这脸 叭大了下来 庚孙先生 我苗回春看病 从来 该收多少是多少 你家有钱 我不多要 你家没钱 我可以一枕 要说是 这个枕费从幽的话 庚孙先生 那令情高明吧 那一枕找别人 我不去 苗先生 别人 他办不了啊 哎 不对吧 都经便良 天子脚下 什么样的能人 高手没有 也能 看不了呢 苗先生 那那分玻璃 你不要先生 那你说 我那还有理呢 哦 跟随先生 请拿回去 我呀 当郎中这么些年来 从不收礼 这是我的规矩 不要坏了我的规矩 好不好 庚孙先生 那 就请吧 好 又下诸客令 呀 庚孙先生 这脸可挂不住了 为什么 这个人脸薄呀 新花你这个人好大架子 哎 怪不得王朝马汉 哎 那脸神不对了 闹了半天是受你气了 哦 我带着礼品来 你也不给脸面 好 那得 他一扭头赌气走了 当然这个礼品 他也没带 那你想想 拿来能再带回去吗 回来之后 给包大林 啪啪啪讲罪 说大人 我没法呢 报公一听 哦 本府知道了 这个人难行 但是必须得他到场 要不然在这个案子怎么破 怎么办 本府亲自走上一趟 好吧 哎 大人呢 您要是去 最好是晚上去 白天去不方便 为什么呢 公孙策心的话 大人您要是去 那太扎眼了 万一有贼人 要毛害你呢 晚上比较保险 他这个意思 包公一听有道理 于是吃罢了晚饭 包大人坐上文化大教 有人保着 是够奔灰唇堂 他以为晚上人家这没事了 可是没想到 哎呀 门前那条长龙 依然没捡 还那么长 这个包公 就让王朝马汉就问 说说说这些排队的怎么回事 结果王朝马汉问完了回来了 说大人您就说了 哎 排的这条长队也必须在这爱好 哎 晚上你一宿都不能睡觉 为什么呢 今天爱不上明天 明天爱不上后天 你要是不排这个队 那你还得往后登几天呢 哦 包公一听真是神医啊 嘿嘿 这就那句话 前压奴匕首 一压当行人 说你干这个的 你必须是这一行里拔尖的人才 顶尖的人才 说我干这个 我也会点 你还就稀里糊涂 那干脆你别干 那你的夜惊啊 你不惊还行吗 人家描回春 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 那就得人家 别人好使吗 说一说 人家门前 弱势 长龙 从来就没剪过 没短过 包公心的话 这样的人才 嘿嘿 那还说什么呢 到那你磕头所翼地把人请来 没有他不好使 大教到了后门这 大教战臣 包大人下个教 门一站在那站着呢 包公黄芒上前 江泉一报 门一大哥 奔赴 这相遥理了 你看 这么大的官 那是左班丞相 这叫李先下事 这个门一下一次 刚才坐在凳子上 现在他站起来 包大人 你老人家来了 包大人 你怎么给我们势力 这个大不起 包大人给你磕头了 崩 跪到磕头 磕到啥想头 包公一看 用手将掌 哎呀赶紧起来 门一 赶紧往里驱船 就说本府 前来请先生来了 哎呀好 包大人 我相信他就去 赶紧往里驱船 往里驱饼 姚先生也挺心说罢了 包大人亲自前来 原来王朝马汉 后来是公存策 这会儿 亲自来了 哎呀 怎么办 看了看没 告诉包大人 就说我 斩病繁忙 不能远 赶紧还望他多多数 啊 你现在说我们大人 这这这这这架子就是要不下了 啊 包大人来你也不接 呀好吧 这才 原话告诉包大人 包大人心心心的话 那就跟那样神意嘛 好 门一 投钱带路 带我去 见你们先生 哎好 门一投钱带路 包公后边跟随 这才来到诊室 哎呀 你看灯火通明啊 那个气氛 那个紧张程度 和白天一样 苗先生在那一个一个的摸脉 一个个的摸脉 摸完了脉 回头一看 床上还躺一个个大肚子 苗先生说 疼不疼 又疼 别着急 啊 我现在就来给你诊治 来到了床前 再看苗先生 把手一抬 照着这个大汉 那个大肚子 他用手这么摸 划了三圈 他一看 那个肚子 就好像那个皮球泄气一样 下去了 好大的包 包公英 怎么着 好大的包 说谁呢 我是老包啊 好大的包 是不是说我呀 又听那个苗先生说 好大的包 终于下去了 好大的包 包公英 你这说肚子上好大的包 可不是什么刚才鼓着呢 这是个大包 那手在上面换了两个圈 这个包就下去了 好大的包下去了 我听的话 你这话不好听 说我下去了 我关没了 是不是个意思 包公英 你听得不舒服 不得劲 他站起来了 苗先生 好大的包 我在这呢 苗先生 这才扭香 回头看了一看 原来是包大人来了 我一层原应 多多恕罪 小老二这行 有理了 包公一看 哎呀 先生 不要客气 免礼 平身 老包这行 有理工 喂 大人施不得 施不得 包公一看还行 这人挺给面子 苗先生 奔赴深夜到此 哎是因为有要紧之事 他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先生 希望你哎 不容到场 你看路河 那意思 我知道你忙 哎 忙你也得推一推到场 你看怎么样 那意思到那给我看看 怎么样 好吧 包大人 你让我很感动 你为什么呢 你这是为民做主啊 亲子前来请我 哎 真是愧煞小老二 好好好 来人哪 赶紧到外边 告诉诊者 就说今天晚上我有要事 暂停接诊 包大人 我马上送你走来啊 收拾我的药箱 哎 是啊 旁边有两小徒弟 慌忙就把苗先生那个药箱 给试读好了 望上一地 再一看苗先生 把这庙箱这么一背 抱大人 我马上给你走 你看 给面子 别人来不去 你来我马上给你走 包公一看这个高兴 好好好 先生请 往前来拉起了苗灰春两人 这才来到后面 包公一看 自己的脚在那 放着那 苗先生 苗先生 来来来 请上奔赴 文化大教 苗灰春心的话 那我不能做 为什么 我没那个屁股 没长那个屁股 文化大教 那是左班丞相龙图阁大学 不管是保证做的 我算个劲 我能做那个吗 那是身份的象征 有棺材在那搁着呢 那我敢吗 呃 叫工作的需要 王大师一听 差点没乐 现在话他挺能说的 他去旅 我做叫做工作的需要啊 苗先生 你还是做我的叫吧 你做这个旅啊 它太慢了 不慢 不不不不 你赶紧上轿 俩人正在这儿 推让呢 可怜不得 咱们就听到这个房顶之上 咱们呢 跳下两个蒙面人了 这两个蒙面人 手里边拿着利刃 就是钢刀 蹭 一个剑不就来到了这苗徽春的跟前 把刀一举往下 就落地刀刀插就要 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谁也没想到 就听咔啦一声 这个刀被磕出去了 咱们一回头怎么回事 原来是王朝马汉 王朝马汉在旁边 一看这来的蒙面人要行刺 哪还了得 黄蒙百兵人相架 这两个蒙面人就和王朝马汉 叮叮当当打的一出 这一交手不要紧 诸位 王朝马汉 可就落了下风了 怎么了 打不过人家 王朝马汉被两个贼人踢刀在地 再看两个蒙面人 把刀一举够奔苗回春 嘿嘿 姓苗的 轻易贴你 你的死亲 到 表 把刀一举往下就落 才有刀斩苗回春 气叮叮